好 我们今天来看 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实用 帮大家来问 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 我想要换美金 你看美元定存利率快要5% 明年问到6% 我是敢来换美金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杨总裁提醒大家 在立法院备训的时候 他说大家一直在换 他说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 汇率怎么样很难预测 未来怎么样不晓得 他提醒大家 不要赚利差 最后赔汇差 好 要问一下现场三位来宾 你觉得现在换美金来得及吗 圈货差 可以吗 可以换吗 好 两位说来不及了 一位在观察 好 这个郑贤 来不及了 你们两个都说不要管 我应该把时间说得更紧了 如果你今天只想赚三个月的利差 因为现在很多银行 都有推出那种短期的高利 如果你只赚三个月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不要 但是你赚的 不要再指望你可以赚到汇差了 你只很单纯的贪这个利差 然后任务在三个月之内 美金因为这个利差会持续地扩大 至少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当中 所以我就刚才听你讲很实用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如果你不要再想说 你今天可以三十二块换 然后可以换到三十三这种 这种事不用想了 但是如果你只要做三个月的利差 那可能可以再做这样的一个交易 不过在做这样的交易 你想贪人家的便宜的时候 你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是 你的金额不能太小 因为你到最后不要都换不够 利息不够你的手续费 不够人家就得不偿失了 然后第二个 我希望尽量能控制在三到六个月 尽量还是在美国升息的幅度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换回来 毕竟29到32是一个长时间的区间 所以在32来看的话 其实是相对来的高点 OK 所以你反而觉得这个半年的利息 算差不多把它换回台币 是要换回来的时候 你有木槃一样的想法吗 基本上这个美元跟这个股市 正好呈现反向关系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今年股市一路跌 美元一路升 也就是说呢 等到这个美元升不动了 就是股市要涨的时候了 那我如果用美元跟股市之间的关系 用这个NBA篮球赛来比喻的话 现在已经是打到了第三节休息时间了 也就是说呢 也许还有一个第四节 没有延长赛吗 延长赛那可能就要看 是不是庆宜跟郑贤两个人 打到那个分数完全一样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基本上呢就是第三节休息嘛 所以说呢 它有一个反弹嘛 也许会有一个第四节的下跌 也就是说后面股市 可能有一个没跌段 然后呢 美元有一个后面最后的喷出段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第四节 就已经接近到最终了嘛 所以说 但那我要先讲一下 这个是有前提的 就是没有所谓的金融风暴发生 因为在这个周末 大家很关注一篇报告是什么呢 是联准会出来最新的半年步度的 这个金融稳定报告 他其中刚刚谈到这个布南纳德 就是副主席 他就特别强调 这个波动性跟这个流动性 现在可能会造成全世界 脆弱的金融体系 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发生这个大的问题 发生危机 那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认为现在就是第三节休息 那后面也许会有一个第四节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你现在换美元不就太晚了吗 你没有在第一节第二节去换 你现在第三节休息 你才去换 那不就太晚了吗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现在你就稍安勿躁吧 你也不要再去换美元了 除非你是做一个短期打算 或是说你换了美元 你想去买美股 那OK的 你要有目的性的去换 如果说你没有目的性 你只是去抢汇 那我个人觉得到大可不必了 因为后面股市有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说这个第四节真的在打下去 然后后面没有金融风暴的话 我可以跟各位讲 财富被翻的机会就等着你了 OK 现在第三节了 前面慢半拍 现在就不要急得进去了 现在反而是股市翻倍的机会 赶快做股市的功课 木华是这个意思 那脆弱的地方是不是有些新市场 有些风暴 我们以后再来聊 好 刚刚段老师 你觉得你还在观望 对 我觉得不是说 对美金不是说所谓的观望问题 也就是说像木华他刚刚所提到的 当美金如果涨不动的时候 那应该就是股市抵挡的时候 所以如果美金一直在涨的话 那股市绝对没有希望的 那也就是秉持了这个原则的话 大家如果说去看一下最近的新闻 也有提到央行目前 也就是说日本的央行 目前是在跟渡边太太 在对抗 所以如果说美元指数一直在涨的话 成分都在日币 这个对美金的这个汇率的 汇率的一个下跌的这个 这个百分比的话 那当然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 再加上台湾的央行 永远都不升息 或者是只升个一时一下 那双边的利差就会开始扩大的话 那岂不是我们台币会进一步再扁 那我们如果说从刚刚 看到了这个经济的趋势 是台湾是逐步在 减缓的当中的话 那岂不是我们的美金 我们的台币 可能会随着韩币一样 可能还会 势必还要再往下扁一波 这个不无可能 这个当然是有很多人谈到说 现在利差 是不是对于这个汇率 会不会造成影响 韩国就是一个例子 韩国利差调则跟美国是非常接近的 结果它的韩缓也是照扁不误 但是问题是它的出口是非常差的 所以也是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利差 越来越扩大 那如果照着这个步骤在走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对中国的顺差 如果慢慢的再减少 反而走到最终一步的话 是逆差的话 那我们台币可能会开始 又会贬更大的一波 Ok ok 所以这边是看韩国经验 台币还有继续贬值的可能性 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来看 今天这个指数说在13,223点 那么今天这个盘势是蛮强的 那另一方面来看 都是说美股可以投资了吗 美国看起来是世界这个经济强国 特别这一次看到中国变左倾的一个 更左倾的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来看NASDAQ 其实都从2022到现在崩跌35% 那么最近花旗策略是 他有提出三大利空 他说股市不要掉以轻心 后面可能还会再跌 三个理由 他说其实联准会现在还是跟股市 是这个话有为底 第二他说盈余衰退快要到了 很多防御型的股票盈余也在衰退了 那么第三他说 你不要指望耶诞老公公会来救你 我想问我们现场来宾 你们认同这三个利空吗 认同吗 美股会继续跌 哎呦 一致通过 我要讲的是因为 刚刚欣宇是讲两个问题 所以刚才要第一个问题我是认同的 这三个利空有谁不认同啊 你现在问路边的小孩 都可以讲出这三个利空 只有这么夸张的小孩程度这么好 现在来看的话 我问的是下半年说 他建议做空美股 这才是重点啊 我刚才举个例子 对 他建议做空美股 就这插协同理论啊 他是在讲这三个 F1G的现代台话有为底 他早就升级生很久了 银鱼摔罪 谁不知道还有摔罪 也真实的摔罪了 那别指望生在老公公 早就没有指望生在老公公了 所以我认为前面都是对的 但是要现在做空 我觉得不是 那再讲一个是个转折点的 我认为为什么我会说 在今年钱都安全 因为你现在所有看到的数字 都反映了 现在美股的跌幅 或台湾的跌幅 都已经反映了 现在对明年萧条的预计 但是不一定是对的 可能到明年初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什么 没有最萧条 还有更萧条 那个时候再补跌最后一次 当然也有可能 到明年中的时候我们发现 可能就这样子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U型扩底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来一直强调 这个时候是在一个扩底的过程 因为没有新的利空了 这三个人 哪天他可以瞎掰出 哪天他可以说出第四个 我没听过的理由 就有可能再下跌 只不过目前要做这三个理由 你一定是有可能的 OK 没有新鲜事 沐华 你觉得可以做空 基本上我们就从现在市场 这个投资人的心态来看 我觉得现在目前市场投资人 大概有几种人 然后第一个就是满手股票的人 第二个就是满手现金的人 第三种人就是定时定额 每天呼吸的空气 觉得味道都不一样 对 第三种就是 继续给它定期定额 我跟你拼了 这个完全佛心 完全不管外界的变动 然后就反正 涨也好 跌也好 我就是照我的步骤投资的这种人 这三种人 那我这样讲好了 第一种人满手股票的人 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赶快谈一波 谈上去了我可以逃命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 恐惧然后要卖 那满手现金的人心中在想什么 最好赶快再够大跌大跌 跌到那个骨头里面 骨头的都是骨头中了 我再赶快去买 对不对 所以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 这个逢低要赶快买 那这个花旗分析师呢 他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是满手现金的人 所以呢他就是希望 股票暴跌暴跌暴跌 跌下去干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有钱嘛 我们就要去抄底嘛 所以呢 这就是我刚讲的 为什么现在是NBA的 第三集的中场休息 有可能会有那一大段来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 如果你是定期定额投资人 你就不要管外界风风风雨雨 你就继续投资吧 这些空头言论 或者多头言论 你都不要去听了 无所谓 反正你就照你的投资 你到了第三节了 你还要还差那第四节吗 除非你是融资买进的 这个杠杆交易的 不然我也不会建议 你们在这边杀低了 那至于说呢 那个空头满手现金的人呢 我就这个很 这个就讲说 如果大家真的运气好 可以再等到那一波的话 那当然就是赶快去抄底了 所以说anyway就是不远 这个不远的将来 明年某个时间点可能多转空 然后呢曙光就要来了 所以说呢 还是建议大家呢 就是赶快度过这段时间吧 这些多空言论 我们就当作参考就好 秦木华一直觉得时间差不多进了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进了 只是你用什么方法去 对 我等下会取一些股票为例 那大家看一看 真的是有些公司的股价 真的跌到你不敢相信 可能大股东看到了都会想说 眼泪都会滴下来说 我的公司的股价 怎么会跌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说十年一遇的大空头来了 换个心情 看到不同的风景 段老师 其实我这边呼应一下 主持人刚刚所提到 其实通货膨胀 这样就是在造成所谓的 重复重分配的一个开始 所以大家要抓紧 这一次财富重分配的一个起始点 那当然很多人都在找说 到底什么时候是起始点 可以说这一波为什么会反弹起来 其实大家都在挣扎 就像木华刚刚所提到 有很多人是满手的股票 这堆的股票 这堆的持有者的话 岂不是就在等待一个机会 是卖出去的 那满手现金的人在等一个机会 就是想要何时去进场 那其实如果我们依照现在来看 对应历史的一个画面的话 那红色的这条曲线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波S&P500下来的 其他的都是历史上面跌幅超过20%的 横走的是天数 如果依照我们目前走的路径来看的话 其实还没有走四分之一晚 如果按照这个天数来看的话 那如果我们再来对应一下 这个大家都觉得说一九零代 一九三几年年代的话 那个是不需要去看的 那我们看最近的 二零二零二零二年 这是SARS的时期 那虽然这个是因为病毒的一个因素 我们可以排除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次贷风暴 2007到2008年 这个可是跌幅是目前 还要再跌个二三十%以下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1980年代 这个是经济萧条期 那经济萧条期的话 它拉长的时间可是435天 那这435天的话 如果是这一波是接近1980年代 也就是SARS 它那个时期啊 把利率调到20%的那个时期 那恐怕我们现在 可能还要再拖累一年的时间 那当然这个我们都在找说 美股基本上是 我们台股的一个金丝雀 但是美股的金丝雀 是谁 我们来看这五档股票 那这五档股票的话是 Microsoft Apple还有NVIDIA还有特斯拉 还有亚马逊 这五档的股价 股价也就是它市值加总期 再除上它的现金流量的总值 那最高这五档的最高的 也就是说一块钱的现金流量 自由现金流量 对这五档的评价来到70块 这是蓝色的曲线 那现在已经走到了 已经反转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红色的曲线是什么 这红色的曲线 是联准会它的资产负债表 那走到最高这个阶段的话 是将近9兆 那如果美国 要将它的资产负债表 正常化的话 那岂不是这个资产负债表 要往下走 那如果它要往下走的话 那我们进一步往前面看 这五档的每一块钱的现金流量 市场对这五档股票的评价 似乎好像贴着FED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老师说还没有跌完 再走 所以有可能会再往下走一波 如果说说表是一个正常化的话 那岂不是这五档的金丝券 恐怕会是美股的写照 OK 所以美股不排除还会再跌一波 大家可以这个来分配一下资金 所以美股不排除 这五档的金融负债表 就像是负债表 那位还望了 不错 那么这五档的金融负债表 我该给你用了个小档的金融负债表 在相产负债表 这个档的金融负债表 尤其是一个小档的金融负债表